布農族的拳腕才细细解说着油画的内容 可以看到画中两位主角身穿着布農族传统服饰 脸上的表情画得相当写实 另外一幅两位男性唱着八部合音的画面 脸部的轮廓与线条 仿佛可以从画中感受到两位男性在唱歌 而这些画作都是出身于南投新乡布農族的拳腕才的作品 拳腕才从小就很喜欢画画 不过加重经济问题 让拳腕才只好放弃报考台师大美术系 选择帮家里务农 不过热爱画画的拳腕才始终没有放弃梦想 如今在彰化市文化局开了个人的画展 出社会以后我就跟我太太就到彰化来 就是从事货运业开货车 所以这段时间我就是还是不放弃画画 因为真的太喜欢画画了 那我就把以前就是在高中时期这个树苗基础 我这在在就是说在加强 画作中除了原住民元素也融入了现代社会景象 可以看到有溪流风景画 还有在彰化王宫渔港两位妇女剪食而阿的画面 这些都是拳腕才当货车司机到处送货时 随车带着画具只要看到好的风景就会停下车素描 全彰才虽然非科班出身绘画二十几年来 不断的摸索跟进而在绘画的一路上也好在有妻子的陪伴与 支持让全彰才才能完成梦想 不放弃的精神坚持画作的理想 让布农族的全彰才现在才能在油画中走出自己的绘画风格 接着咱们的麻药彰化是采访报道